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江南南看到徐三十在他后面之后 用手挡住了屁股 这到底是江南南的随意的放手动作 还是刻意遮挡呢 江南南对徐三十的态度冷漠又是为何 其实二代史莱克奇怪的关系简直乱到离谱 其中更是出现了十分多的离谱场面 今天就来讲讲江南南和徐三十的不为人知的过往 原来他们两个早就认识了 徐三十的五魂有缺陷 他父母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买了的干净的姑娘给他 然后这个姑娘就是江南南 原来江南南家境贫寒 母亲又有重病 为了给母亲买药治病 被徐三十的管家骗了过来 送给徐三十弥补武魂缺陷 然而徐三十年少无知 居然走了个后门 这也是非常的尴尬 从此江南南对徐三十就特别厌恶 看到他就避而远之 不过你以为绝世堂门的混乱只不于此吗 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新登场的马小桃 他的武魂是邪火凤凰 和初代马红俊一样 经常受到邪火的困扰 必须得有人帮他清除邪火 在最新剧情中 邪火爆发的马小桃 被霍宇浩的极致致兵压制后 瞬间感到十分舒适 从此爱上了这种感觉 于是辨认霍宇浩为亲弟 没事就帮他压制压制邪火 据说在遇到霍宇浩之前 马小桃都是找徐三十帮忙压制邪火 而每次完事之后 徐三十都是脸色苍白 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篇 对此老铁们你怎么看